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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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虽然每个治疗方案很视乎是哪一种血癌 一般急性的血癌主要是用化疗混合一些标靶治疗的药物 如果我们做有道治疗之后 如果用标靶治疗混合化疗之后 如果病復发的时候有机会做骨髓移植 有些时候如果做完骨髓移植也有办法等等 我们又会用另一类的方案 今天来说就是考虑到会用一些叫做免疫治疗的方案 免疫治疗基本上的概念就是一定要启动自己身体里面的免疫能力 去对抗或者纤维尼的癌细胞 基本上就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用抗体性的免疫治疗 可能大家近几年都会听过 例如有NTPP1的抗体 现在这样的抗体 在固体肿瘤方面就比较广泛地运用 但是NTPP1的抗体 在血癌方面相对来说 效果就没有那么显著 反之有另一种免疫治疗方案 就是一个细胞性的免疫治疗 我们叫做卡T细胞治疗 而这个卡T细胞治疗 就在血癌里面比较有效 而且是发展得很快 首先讲解为何有卡T细胞治疗 卡T细胞治疗出现 主要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 都有些淋巴细胞 叫做T细胞 而T细胞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识别一些不正常的细胞 继续殲灭它们 而在这个癌症的时候 然后癌细胞就非常之醒目 它就好像哈利波特那样 就披了一个魔术针 所以当你的身体 我们的T细胞 在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 巡逻的时候 当它经过一个癌细胞 它就好像一个癌细胞 根本就遮住自己 那么那个T细胞 就没有办法去识别它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殲滅它 所以就会诱导到那些科学家 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就在病人的身体里面 提出那些白细胞 当中就提出那些T细胞 继续基因改造 有病人自己的T细胞 我们植入一样东西 叫卡的受体 它的长寫应该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而这个受体植入了T细胞之后 就能够令到这个T细胞 巡逻的时候 就能够识别那些癌细胞 继续激活它 激活了T细胞 接着它就会殲滅那些癌细胞 这个就是当中的理念 首先我都说过 因为是要从病人身体里面 提出这些白细胞 当中的T细胞 所以如果有一个适合的病人 做这个卡的治疗的话 提出它的细胞的时候 它就会好像捐血那样 但是就将那些血 进入一部离心机那里 分离了它自己的白细胞 然后我们就会 将它的白细胞冷藏 然后寄去一个叫做 GMP标准的实验室 这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实验室 在里面会做些什么呢 第一 就会将这个病人里面的T细胞 提出 提取出来 然后就基因改造 就直入这个卡的手体 然后就大量地培植 接着就会进入一个叫QC 即是叫Quality Check 这个过程 那QC是什么呢 例如有没有足够分量的T细胞 卡T细胞 例如这些卡T细胞 是否足够活跃的呢 第三 就是举个例 是否在无菌的状态 是否适合输给病人呢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一来一回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工作 培植 基因改造等等 一来一回可能是三至四个礼拜 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分量 也有好的质素的卡T细胞的时候 他就可以寄回去当地医院 给那些医生给病人 第一 如果寄回来的时候 病人也要接受一个高质量的花疗 然后才可以接受这个卡T的注射 那卡T细胞回来是冷藏的 那当然你要解冻它 解冻了之后 其实就好像输血那样 就输给病人 暂时来说 卡T细胞治疗 只是做一次的 那当然 将来如果研究一路发展下去 就说会不会有机会 某些病人 可以或者需要做第二次呢 暂时在研究当中 但是暂时 现在的资料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的研究的效果 得出来的 就是做一次的治疗 我们下期再见